文浩俏园 就是我就想对女嘉宾最后短片这句话就是说一下 就是你说能接受你的缺点才能发现你的优点 你是不是前后整的不太对吧 因为我都不知道你的优点是啥 我凭啥去接受你的缺点呢 我感觉吧 就是两个人出去向上得了解嘛 你能接受我的缺点 我才能让你知道我的优点呢 不能说得我把我的优点展现给你的 你跟我出去向上了 然后你咱俩在一起时间长了 你发现我缺点了 然后就不行了 就不好了 我觉得还是按照我说的来吧 那你之前那部说忽略了 我发现不了你的优点 我能跟你出对象吗 秋远 你从刚才他这个短片里 看到哪怕一点他的优点了吗 没有 就瞅这一出 假如说老公第二天早上假如说有点忙 他这意思好像是不能给做饭的 我不会做饭 我不会做饭 那你现在给你个机会 你短片里你倒真实的 你把自己缺点全说 优点一点没说 优点是啥呢 就是我为什么说的喝酒啊 包括就是性格比较女汉子 因为我就是我从小小学三年级 就十岁十一岁的时候 我就离开家里了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走打架 然后我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就上长途 我从十三岁一直到现在 就是几乎在家里待着的时间特别特别少 我从小学到六年级 到六年级的时候也是 但是我不是上长途 我是封闭学校 一个月回家一次 就在想父母那时候 那个二楼窗子呢 正对面参加我一家三口 我天天中午的时候又休 我床上一爬去看一家三口 我一起老心老外受 我上高二的时候 然后就是除去了一年多 然后去那个学美容了 我去学美容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个月八百块钱工资 就是学员嘛 然后我那个时候不共吃不共住 然后我那个租的差价是四百块钱一个月 我平均就是一天够我就吃一顿饭 就是我最苦的时候 就是我两天吃一包凤威面 就是女孩挺东西的 就是感情感情就是经历上都挺样的 你看我问姑娘有啥优点 姑娘没说优点 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自己 是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太多优点的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对 对 没自信 其实不是自己没有那么多自信 不肯定自己 对 怪不得 但是我们听这个故事能够看出来 姑娘是一个挺自力挺自强的 并且也很很韧干的一个姑娘 主要不是有目标而来 对而来的 我就我感觉我应该上去争取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 再继续了解一下 说一下我就愿意疯愿意闹 就像上学的时候那样 你隔击我我隔击你 但整不过了我就急眼 急眼还得踹上掉 然后最后就已经生气高中了 要是不对我兴奋了 我还愿意动手 我都能给自己气抽出了 但只要你跟我说一句好话 我马上就能哄好了 还是那句话 我属驴的 说毛妈说吧 咋都行 你要呛我来 啥也不好使 我就得意那种嘴甜的 会说的 就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各种哄过的 能把毕生问荣全给了我那种 你要说脾气好的吧 我还不得意 你要说脾气不好的吧 我俩都干翻天了 你说我适合找啥样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不喜欢正经职业的 大夫护士老师啥的 像台上的厨师老师护士 这职业都多正经了 指定不行 我就得意那胖乎的 肚子也胖乎 脸也胖乎的 人都说圆脸清分财 不负也振灾 日子过得忘不忘 就看对象 胖不胖 来 二号 哥爷 燕子姐呀 厨师太脑了 咋的 夹缝中生存呢 之前有当姑娘来说 不喜欢厨师 不正经 哥的服务员 这来个人太正经了 不喜欢你 你说整的 也不知道我现在 到底是正经 我是不正经的 多的话 我就不多跟你说了 然后会有人来找你呢 好不好 好 换过我呗 那就是 对 对 你这个话说的 我觉得这个话里有话 什么多的 我就不跟你说了 会有人来找你 这是啥意思呢 一会儿就来了 哦 不是 怎么干 一会儿就来了 是你们后面的姑娘吗 对 相忠她的吗 对 跟你说啦 留点 咱们留点神秘感 咱们先别说了 是吗 等着吧 缘分马上就到 哎呀 这是维板的拒绝 哎呀 好期待 不知道是维板的拒绝 还真是这么回事 好期待啊 郑元我给你总结一下 你看工作太正经的 你不太喜欢 是不是觉得想要找一个 可能能比较 比如说随意一些 随性一些 这样的对象 对 或者是大家都说那种 匹帅匹帅的那种 对 哎呀 匹帅匹帅的那种啊 他懂 这么点心就是我吗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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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时候整的道具啊 这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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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理解是东神把墨镜戴上了 把第二现场的人给激怒了吗 啊 你看这这姑娘咋说 都还没等亮灯 姑娘你一把眼就戴上了 第二现场不服了这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